当时惊吓镜头 现在带领有看头是今年的一发展 Sony和三星都抢在苹果9月10号发表 这个发表会之前呢 秀出他们新机皇 所以东方财经新闻团队 前进德国实测三星大智老 他的机皇第三代 有哪些亮点功能 记得叶炯隆 陈文棠 来自柏林第一手报导 三星大智老机皇 出到第三代 还能变出什么新花样 东森财经新闻 整理四大功能亮点 第一时间在柏林现场 实测玩给你看 就在记者会结束之后 东森财经新闻很快的 我们拿到了Note3的时机 先来看看它跟Note2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首先就是尺寸 Note2是5.5寸 不过Note3它放大到了5.7寸 那么材质也有很大的不一样 来看看Note2 它是塑胶的材质 不过到了Note3可以看到 变成了是皮革的材质 我们现在假设一个情况好了 我们不是常常有时候 会用手机随手 记下一个人的电话吗 像是我的电话 这时候如果我们要把它拨出去 是不是很麻烦 不过呢 这时候只要选择套锁 然后按下下面的听筒的icon 就会立刻到听筒里 然后拨打出去 省过很多步骤 同样的不管是要传讯息 给新增加的联络人 还是在虚拟便利贴上 写下餐厅地标 像是台北101 通通一个套锁圈起来 马上就搞定 手机的平板电脑 其实可以双视窗 多工使用 不是什么新鲜事 不过像现在 我上面是相簿的功能 下面是聊天室 那我想要分享这张照片 我只要长按 等它扶起来之后 往下拉 它就立刻丢给对方 完全省序 剪剪贴贴 很多步骤 而现在我要实测的 这个功能叫做全能窗 举于来说 我现在人在德国柏林出差 那么我要找一个很重要的 联络人的电话 我只要点这里 就可以跑出我的联络人选单 那么另外如果说 我要Shopping的时候呢 我也可以点出计算机 立刻来计算欧元的汇率 可以同时开启八个视窗 也就是说 不管手机正在浏览 哪个网页视窗 都可以马上开启 需要的应用程式 不用按上一页 也不需要回到主选单 手机还能变身 电视墙 四台手机摆一起 仔细看正在播放的影片 立刻合成超大画面 LONNA 2的800万画素 提升到1300万画素 但是其实相对于俊平来说 它其实拍摄的功能 并不是那么的丰富 看来虽然强调 人性化的笔记功能 但面对Sony 宏达电纷纷抢进 大尺寸手机市场 还有强大相机功能的威胁 三星能不能保住霸主宝座 恐怕还有待观察 以上是东森财经新闻记者 叶俊龙 陈文棠 我们在德国柏林的采访报道